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52天 结伴而行 我动手能力不强 所以不太擅长使用视觉教具 但我的好友李利奇心灵手巧 他经常使用食物来说明道理 利奇和妻子希拉一起创办了国际家庭关系中心 教授美满婚姻课程 以及其他有关家庭关系的课程 有一次利奇在婚礼上正道 他使用了一个食物例子 来讲解传道书第四章中的一句话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利奇把两根不同颜色的羊毛绳拧在一起 以此来表明合为一体的婚姻关系 两股绳子自然比单股结实多了 但依然会被折断 然后他用一根肉眼几乎无法看见的鱼线 把它和绳子绑在一起 因为有了第三根线 要凝断羊毛绳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也曾试着使用这个道具 但记不清是哪里出了问题 反正掩饰完全失败 通过这个例子 利奇形象说明了传道书第四章的中心意思 尽管友谊和婚姻是神所赐极好的礼物 但唯有当耶稣基督聚于中心 就好像那根看不见的鱼线 这种关系才能坚不可摧 我们将在今天的经文中看到 在婚姻、宣教和教会事工中 两个人是如何胜过一个人的 真言第五章15到23节 婚姻何为一体 这段经文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美好的画面 婚姻是蒙福、喜悦、可爱可喜、知足和恋慕的泉源 二人成为一体是对婚姻最唯美的描述 婚姻之所以美丽 部分原因在于这种关系具有唯一性 作者使用了泉源、井水、还有喷泉 这些令人遐想的画面 来描述夫妻二人通过性和为一体的喜悦 性之所以让人喜悦 是因为它具有排他性 对此作者强调了四次 作者将夫妻之间伟大的情感之爱和肉体之爱 经久不衰的亲密 和与陌生人调情所带来的廉价刺激相对比 这也正是作者警戒人们远避淫行的原因 他说 当心 神看着呢 那条奸淫的道路是邪恶的 有罪的 愚蠢的 并最终导致死亡 在今天的新约经文中 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例子 西律王犯了奸淫 这间接导致他杀害了施洗约翰 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 这一事实不但告诫人们 不要犯淫乱之罪 同时也提醒我们 若有耶和华参与婚姻之中 就好比那坚固的第三根绳子 它会让夫妻关系历久迷新 神对我们的爱 是我们爱配偶的最佳榜样 和根本原则 主啊 感谢你 因为第三根绳子 耶稣的参与 基督徒的婚姻 就能与众不同 感谢你让二人总比一人强 三股拧成的绳子 最不容易折断 新约圣经 马可福音 第六章 六到二十九节 宣教 两两而行 婚姻并非排解孤独的唯一办法 尽管婚姻是个极大的祝福 但此段经文也提醒我们 并非只有通过结婚 才可以体验合一或完整 耶稣就未曾结婚 但他却是有史以来最完全的人 耶稣诠释出什么叫做真正的完整 耶稣游走四方 做他的事 这是约翰·韦伯的一句话 而后 他又拆派门徒去做同样的事 他们四处传道 赶鬼 医治病人 有一点很重要 耶稣是成队拆派门徒的 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 若是独自踏上宣教之旅 就会感到非常孤独 但两两结伴就好多了 一起结伴前行 传福音 赶鬼 拥有高病人 并看见他们得医治 这是多么大的乐趣 多么让人感到满足啊 门徒们满心欢喜又紧迫的传道 告诉人们生活其实可以彻底的改变 他们四处赶鬼 医治病人 高抹他们的身体 治好他们灵力的疾病 门徒是在团队中完成这些事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可怜的施洗约翰 他孤零零被囚禁在监狱里 施洗约翰道德高尚 具有过人的勇气 他曾对西律王说 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 约翰完全没有因为害怕得罪权贵 而闭口不言 西律王喜欢听施洗约翰讲道 一场精彩的讲道让他感觉良好 但有一件事是西律不愿意放弃的 就是他与西罗底的乱伦关系 这件事阻挡了西律 使他在道德上非常软弱 不愿和神建立关系 就像比拉多对待耶稣一样 西律王也不愿意处死施洗约翰 但因为一个愚蠢举动 西律将自己置身于两难境地 如果不杀死施洗约翰 自己将颜面尽尸 于是西律下令斩了约翰 虽然施洗约翰也有门徒 但他还是要独自忍受被求和死刑 而耶稣总是两个两个的拆牌门徒 加奥·魏恩撰写了一本书 叫做《永不凋谢的工作》 加奥在谈到为伦敦CBD的白领人士 举办周中信仰团契时说 那些独自从工作场所前来聚会的基督徒 看起来都很孤独 工作中的压力让他们疲惫不堪 但是那些和其他基督徒同事 结伴前来的基督徒 几乎无一例外 要乐观神采意义的多 加奥写道 在日常生活中 无论是在工作单位 学校或家里 如果你是唯一的基督徒 那你要向神祈求一位弟兄或姊妹 伴你同行 他们的存在 是鼓励你继续服侍的巨大动力 正如传道书作者所言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尽管这节经文 常被用来说明合一和情谊 在婚姻中是多么重要 但它的原始背景 是关于友谊的 主啊 感谢你赐下友谊 感谢你没有让我们 独自去传福音 而是结伴而行 感谢你 当我们结伴 共同服侍你的时候 我们便晓得了 第三股绳子的力量 因为你说 所以你们要去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旧约圣经 出埃及记 29章第一节 到30章38节 事公 两只羊羔 本端经文详尽地描述了 献祭仪式的细节 表明人们需要小心谨慎地 靠近圣洁的神 外在装饰 使祭司们显得荣耀 美丽和圣洁 而新约告诉我们 内住在信徒心中的圣灵 才是带来 内在美与圣洁的袍子 旧约律法规定 献祭所需的任何东西 都是成双的 这就是为什么 以色列人 要准备两只公绵羊 两个金环 更重要的是 两只羔羊的原因 双辈的器具和祭生 代表了神的伟大 此外 他还表明 任何献给神的祭物 都不完美 两个虽比一个好 但终究还是不足 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所有这些仪式 都已经被废止了 先前的条例 因软弱无异 所以废掉了 如今 我们再也不用献上 两只羔羊 因为有一只 完美无瑕的羔羊 耶稣已被献上 这就足够 因为他只一次 将自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 双辈祭生 再无必要 赎罪祭是必须的 我们需要赎罪祭生的血 在坛上行赎罪之力 耶稣为我们流出了宝血 保罗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 描述为 神设立耶稣 作为挽回祭 只有通过献祭 祭祀们才能靠近圣坛供职 事工意味着服侍神 正是因为耶稣 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献上自己 才使我们能够参与到 服侍神和服侍他人的事工当中 耶稣啊 感谢你 作为完美的羔羊 你为了我们的罪 一次献上自己 就永远地成全了赎罪条例 感谢你 我们再也不用献上双辈的祭生 感谢你 正如在歌中所唱 我们已经被救赎 被医治 被重建 被赦免了 佩博的补充 马可福音六章二十六节 王就甚忧愁 但因他所起的事 又因同袭的人 就不肯推辞 我知道违背誓言不对 但无论后果如何 我们都应该做正确的事 在宾客面前丢面子 还是犯下杀人罪 显然应该选择前者 你是否也曾因为怕丢面子 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呢 今日金句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拆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 马可福音六章第七节 这些资料体称之后 这些资料体称之后 我们可以在乎的 我们都应该在乎